到這邊我真的越來越覺得 作者已經不想話了 不確定是出於什麼原因 作者可能早就對咒術這部作品失去耐心 但又迫於某種壓力 不得不繼續咒術的連載工作 自我矛盾的心態不斷折磨著作者 於是他就決定要來報復這個世界 大家越不樂見什麼樣的發展 作者就故意往那個方向走 大家好我是肥宅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準備要完結了 咒術最近的劇情真的不斷突破大家的期待 兩位人氣角色接連回歸 明明聽起來是非常不錯的劇情展開 為什麼許多讀者不只不能接受 還說自己有被噁心到呢? 這次一樣會帶大家先瞭解目前的劇情 再大家做一些深入的討論 本日的節目也包含重大劇透 如果是不想被劇透的觀眾請小心服用喔 接續之前的劇情 素挪使用召開進行大範圍引爆之後 帳相犧牲自己 幫虎杖擋下了所有傷害 在Jeon的虎杖面前出現的是 異父異母的brother 好大哥東棠 此前雖然在與真人的戰鬥中失去一隻手的手掌 當然可能是經過復健或是其他原因 不意遊戲堂堂復活 失去的那隻手掌被接上了一種獨特的樂器 戰陰器 敲擊上面球的部分 下面木箱內的金屬片就會開始震動 進而連續的發出聲音 原版的不意遊戲是每拍一次手 可以發動一次換位的效果 在戰陰器的幫助下 東棠可以在一秒內連續發動效果50次 東棠還截下了新的束縛 不意遊戲現在可以同時對多名目標發動了 在束縛對虎杖發動大爆炸之前 其他術師就是被東棠用這個方式 先一步帶離爆炸的有效範圍 回到與束縛的戰鬥上 1秒50次的連續換位 這個效果被束縛認為十分的棘手 即便可以預測東棠發動效果的時機 卻很難確定這次東棠要對誰發動 虎杖 束縛 明明的烏鴉 東棠自己 實在有太多可能的選擇了 趁束縛搞不清楚狀況之前 東棠和虎杖趁機輸出了一波 想當然這些傷害對束縛來說 幾乎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正當束縛準備再次展開領域的時候 束縛看到了那個白髮的亡靈 沒錯 大家最喜歡的五條老師終於回來了 只是額頭上看起來好像有點奇怪 怎麼有一個很熟悉的縫線 束縛很快就瞭解目前的情況了 眼前的人確實是五條物 但這個五條的內容物卻是純愛戰神遺骨 遺骨讓李香補食了假下游 學會了假下游切換身體的術室 再把自己的大腦放進五條的身體裡面 現在的遺骨可以使用包含六眼在內的所有技能 不過遺骨的五條心態只能維持五分鐘 五分鐘過後會變得怎麼樣 就連遺骨本人都不清楚 明明推測有兩種可能 要嘛會掛掉 不然就是餘生都要用五條的肉體過活 還有一種可能 就是來到五分鐘的大線之前 遺骨又要被束縛一刀兩斷 這個戰術在實施之前 高專內部也是經過一番激烈的討論 一來是無法保障遺骨的生命安全 再來是操控五條進行第二回合 絕對在倫理上有重大問題 遺骨覺得眼下要是想贏 最好不要再管什麼倫理道德 只要是能贏的招就全部都要用 就算這意味著遺骨自己會變成怪物 接下來畫風一轉 一個陌生的術師在示範自己可以變出甜點的能力 啊?你是誰啊?為什麼要變甜點給大家看? 剛剛不是在說一些很嚴肅的話題嗎? 後來我想了一下這個傢伙是誰 是回遊片中登場的一個角色 和虎杖算是舊士 關於這個角色的相關資訊就這樣了 很難說他是一個要角 雖然對自己的術師一直半解 卻被蕭子看出其中的潛力 要是能製造出甜點 應該也能直接將糖分送到其他人的身體裡 就這樣 我們的乾淨同學被發派到醫療班去輔助蕭子的手術工作 手術的結果就是大家看到的 衣古駕駛著初號機五條回來和素挪領域展開 享受的事情雖然有很多 但我們還是先從東堂的部分開始吧 自從跟真人的決戰之後 東堂曾經宣布不易遊戲已經廢了 直到正式回歸為止 中間超過百話的時間 東堂到底去了哪裡?做了什麼? 作者是一點都沒急 明明將虎仗視為親兄弟 為什麼之前不出來幫他? 這是我看到東堂回歸之後的第一個想法 就好像是已經預判到了我這個想法一樣 作者給出了一個說服力十足的理由 虎仗和素挪之間存在著某種共鳴 如果東堂和虎仗見面 可能會將東堂秘藏的作戰計劃洩漏出去 所以這段時間內 東堂選擇不和虎仗接觸 我只能說 作者這樣寫就非常狡猾 這個理由真的十分充分 畢竟洩漏軍事機密這種事情 很有可能左右一場戰鬥的結果 要是真的因為東堂耐不住寂寞 偷偷跑去找虎仗 導致素挪搶現一步 掌握了高專所有的戰略細節 那最大戰犯的帽子 可能就要被扣到東堂頭上了 不過作為東堂的鐵粉 還是有一件事想說 雖然不能讓虎仗知道東堂的情況 那讓讀者知道總可以吧? 我又不能和素挪共鳴 作者寧願拿篇幅去塑造一個搞笑術師 也不願意稍微花點時間告訴大家 跟真人打完之後 東堂發生了哪些故事 又是怎麼讓不義遊戲復活的 就不講 就寧願去畫我打樹挪 真的假的 雖然對東堂回歸的劇情有許多不滿 但是我還是得承認 看到東堂再度出場的那一頁 心裡還是有點開心跟感動的 不過手上那個戰陰器 馬上又破壞了這個感動的氛圍 在最終決戰的舞台上 讓東堂突然拿出一個戰陰器 還說這個是不義遊戲改 作者到底是想要得到一個什麼樣的效果 是想要搞笑嗎? 確實東堂之前給人的印象 不能說真的很震驚 一見面就問別人喜歡什麼樣的女生 跟真人決戰的時候還帶了小高田跟虎杖的照片 要讓他在緊要關頭的時刻搞笑並不是不行 我想這次戰陰器最大的問題 果然還是因為不夠好看吧? 整個戰陰器像是剛學2分鐘PS的人 把戰陰器的素材圖片硬是P到東堂手上 就結果來看的話 東堂的素勢雖然變得更強 不過叫做不義遊戲改 感覺有點標題詐欺 叫做不義遊戲 應急修理 或是不義遊戲戰損版會比較好一點 現在的劇情可以類比到其他少年漫畫的最終決戰 用鬼滅當例子的話 就是許多角色開始覺醒斑文的階段 先不提覺醒斑文的角色 戰績到底好不好 至少夠帥嘛 將東堂的最終形態設計得如此突兀 可以感受到作者對自己比下的角色 應該是抱持著十分隨便的態度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重頭戲 綠號以及五條 關於五條是否會復活 在此前就已經有十分熱烈的討論 許多人針對作品內給出的線索 得出了五條一定會復活的觀點 這些線索包含向南向北論 西海選擇了向南 可能意味著接受自己掛掉 五條在機場同學會的時候沒有選擇向南 這讓五條復活的說法出現了一些可信度 再來就是咒術有參考了很多佛教的元素 像是領域展開的手勢 或是五條一生的經歷有致敬了佛祖等等 而佛教是有輪迴轉身的概念的 這也被認為是五條復活的一項有力證據 五條作為劇中的人氣角色 一定有不少人希望這位現代最強術師能打贏復活賽 重新活躍於故事之中 我個人算是不支持五條復活的 一來是之前五條用盡全力 依然無法擊敗術挪 甚至連術挪的第二階段都沒打出來 再讓他上場一次 感覺對戰局的影響還是有限 除非作者又要用他最熟悉的套路 用立下束縛的方式 幫五條來個火力升級 還有就是 五條的戰敗應該要成為虎杖成長的契機 五條復活之後 虎杖喪失契機 那真的就只能繼續當一個身體強壯的路人了耶 不過我怎麼想已經不重要了 五條他就是復活了 只是沒想到吧 復活的方式千千百百種 有人推測會以咒靈的方式復活 或是說六眼具備某種隱藏的能力 能讓五條從地獄慢慢爬回來 這兩個方法感覺都蠻有看頭的 但作者就不要 偏偏要選一個最能噁心到大家的方法 陣亡後的五條在屍骨未寒的情況下 被強制重新開機 繼續為高專賣命 看到這邊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浮黑不願意起來了 高專的操作醜成這樣 居然訂製了一套送頭戰術 送到無人可送的時候 居然連五條都要爬起來再送一次 是我也早就不想玩了 我以為人掛掉之後還要繼續工作 這種玩法只有在戰錘40K宇宙裡面會出現而已 真是服了 借鑒下下 我恐怕這一生都不會忘記你吧 而且這次復活五條 還同時賭上了居骨的性命 居骨也是作品中的高人氣角色 居然敢一次和兩個人氣角色的粉絲群體作對 十個梁靖茹都沒辦法提供這麼大的勇氣啦 真的 哪怕是當初直言要讓大家受傷的創歌 也不敢得罪冰獎的粉絲們 給了冰獎一個安享晚年退休生活的結局 到這邊我真的越來越覺得 作者已經不想話了 不確定是出於什麼原因 作者可能早就對咒術這部作品失去耐心 但又迫於某種壓力 不得不繼續咒術的連載工作 自我矛盾的心態不斷折磨著作者 於是他就決定要來報復這個世界 大家越不樂見什麼樣的發展 作者就故意往那個方向走 當然這也只是我個人的猜測 我隨便說 大家隨便聽聽就行 假設這個說法真的萬一被我猜中 那我們這些現在還在繼續追著看的讀者 也算是反僵了作者一軍 因為作者的目的是希望透過劇情暴走 讓漫畫人氣下跌 最後從連載中解脫 沒想到卻吸引了一大群品味獨到的美食家 專門來享受施況到不行 無法預測的命運之舞台 雖然看完梅畫都像是喝了很烈的酒一樣 但就忍不住會在下禮拜同一時間 繼續來喝上市沒喝完的部分 之前好像有新聞說 咒術已經是目前最高討論度的作品了 這樣可以說是作者開闢了一個全新的領域嗎? 我不知道 這位獨眼貓老師也不知道 那麼以上就是本次的節目內容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不要忘記訂閱 按讚加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如果可以的話 再幫我利用一下底下的超級感謝功能 小而贊助我的頻道 可以幫助我未來創作更多優質內容喔 謝謝大家收看 我是肥仔 下次見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